至于在美国网球公开赛,我国网球好手卢彦勋,詹永然在第一轮赛事都吞下了败仗无缘第二轮 难难一哥卢彦勋,首轮的对手是来自西班牙的洛培兹 但是卢彦勋以4比6,2比6,2比6连丢了三盘遭到淘汰 至于女单赛事,詹永然首轮面对俄罗斯的维斯尼娜 同样也是连输两盘,等于我国选手在单打赛事已经全数出局了 接下来希望能够在双打赛事拿下好成绩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